华联市长魏嘉贤前往花联县老人会为市长辈长青撞球球季联谊赛开球 说预祝大家都能推出好成绩 也提醒疫情虽然趋缓但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另外他也感谢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以及理监事会成员安排多场活动 让长者身心健康 为鼓励英法族参加正当休闲活动 花联市公所补助花联县老人会举办了市长辈长青撞球秋季联谊赛 透过以求会友增进鼻子间的友谊也促进乐活人生的目的 市长魏嘉贤特别道场为联谊赛开球 也鼓励老大人们要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 那在长者的运动部分我们长期以来推动非常多的一个长者运动 那我们也要谢谢花联县老人会跟花联市老人会 不断的举办一些长青的运动 那今天来到市长辈秋季的撞球联谊赛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长辈 从四面八方来非常开心的聚集在一起 那也希望他们切磋除去之外 也能够互相交换运动的心得 那一个运动的城市 不论从小到大都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推动各项的运动 让每一个年龄阶层 每一个运动项目都能够开心的运动 花联市友爱的城市 我们希望从老到少 每一个人都爱上运动 爱上花联 市长为大贤表示 施工所在有限资源之下 尽力为老人家来争取福利 鼓励银法族参与各项的社区活动 增进身心健康 虽然目前疫情趋缓 政府也开放了国外游客入境观光 不过病毒无所不在 市长也提醒大家 还是要落实防疫措施 降低被病毒感染的机会 借旅会欢迎视报导 好